燃燒下半茶 阿嬤你好 今天我們現場 訪問的就是我們的元氣之酒 宋以亨女士 宋老師你好 好 我知道你退休以後 才50出頭歲對不對 所以 我退休50幾歲 所以一開始就是說 沒有想到什麼 就是幫兒女 很多在公司裡面 做顧問對不對 那麼打打小排 後來為什麼就是會突然 因為你覺得打小排就是 輸的時候多 然後身體會覺得比較沒有運動 所以比較不好 那麼你會想到 為什麼那麼多運動裡面 當時你的高齡也70多了 為什麼會選到去用跳國標舞呢 我們都很好奇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姓張的 他也等於說 是牌友也是朋友 那我打牌真的 越打精神越不好 身體好像很累 然後他說我太太去跳舞 你也去學舞 我想開玩笑 我年齡這麼大了 怎麼可以學舞 他說沒有關係 現在很多都是年齡大的 你要去我太太帶你去 就這麼樣 我開始學 那個時候是所謂叫做社交舞 是 所以我們現在有人碰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你會想到說年紀這麼大了 怎麼會去開玩笑去跳舞對不對 所以我想很多退休的 也許退休的朋友 也許到六七十歲 也會想到說 會不會年紀這麼大了 還跟人家學什麼時髦 然後拉筋 跳來跳去 會不會有困難 所以跨出第一步 其實如果沒有朋友鼓勵你 可能你就不一定會怕出這一步 可能就沒有今天這個身體這麼硬 我還是打牌 打牌實在是很 所以打牌還是有點用 因為有牌有 是不是這樣講 開玩笑 就是說社交的時候是 就是說我覺得 退休以後的社交圈 不能關閉起來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好的社交生活 然後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然後大家互相能夠切磋說 什麼東西能夠讓退休生活更精彩 應該也可以這樣講 然後 對 是 所以你當時學社交舞 然後怎麼樣 剛剛開始學的時候 普普通通 並沒有什麼感到很有興趣 等到76歲 接觸就等於說 也進步了一點 那也碰到好老師 當然老師都是好的 社交舞的老師也是很能人教 那就是我的運氣滿好 都是碰到很好的老師 都很認真教我 這樣就讓我慢慢一天一天的有興趣起來 那最要緊的就是我的身體 無形當中我感覺我映然起來了 映然起來是不是 所以你的家人他會很贊成你來學國標舞嗎 剛剛我去學的時候 像我當時我先生還沒有去世 他說 他老師這一句話 你怎麼年齡這麼大了還可以跟音樂動 他不相信說我會學得怎麼樣 是 所以他不是很喜歡動 他不大喜歡動 但是他有去看我怎麼跳 那他會跳嗎 他不會 他看你跳了之後感覺怎麼樣 他有沒有什麼 感覺他就那一句話就不敢說了 不敢說我居然還能夠跟音樂動 他這一句話就 他就不敢說你怎麼樣 所以就很支持你去跳舞對不對 一開始就覺得不是很看好對不對 他就並不反對我 因為我們都要找老人 都要找一個有消磨時間的成功 他不反對 但是就是想說 可能跳舞也沒有什麼 不可能說像今天這個樣子 就一點點就成績出來 他認為只是說消磨一下時間 可能也不會有什麼 更大的一個成就對不對 所以你社交舞跳了很多年 兒女怎麼樣 兒女當然沒有意見 兒女就是希望我們爸爸媽媽 身體好最要緊 是呀 像現在 我身體是一朗 兒女都很高興 他省麻煩 省了好多麻煩 你在還沒有退休 沒有學跳舞之前 你對跳舞是不是有興趣 那個時候還沒有感覺怎麼樣 我剛接觸就是我接觸我七十三歲的時候 就是跟人家跳這個社交舞 那時候 他並沒有什麼很感興趣 真正感興趣是學了國標舞以後 因為最主要的就是碰到好老師 那他很認真教你 那所以會慢慢慢慢就興趣起來了 跳出訣竅跟跳出興趣 最主要是那個阿嬤她自己也很努力在學 我想就是說您是得天獨厚 譬如說那個徐老師 施老師講說你的筋骨好 運動細胞好對不對 對 大概條件是 我因為從小喜歡運動 所以我運動細胞 因為我在學校念書的時候 我籃球 白排球 乒乓球都出去參加比賽過 是 藍排球還是校對 是 我們的現場照樣就是宋宇恨老師 還有他的真正的國標舞的老師 施大仙老師 你好 你好 施老師你好 施老師你好 那個他的 他照剛VCR裡面講 他是天賦亦比 筋骨很好對不對 條件都不錯 條件都不錯 可是你覺得如果說 比較高齡的人要去學國標舞 其實我們都會有一點忌諱對不對 譬如說怕摔 怕骨頭硬 怕就說怎麼樣 你有什麼建議就是說 我教我已經教了二十幾年了 那首先不管是年輕的 還是年紀大的 第一個是他們在練習的舞蹈上面 絕對不能讓他們受傷 比如說骨頭跟骨頭的擠壓 這是很不好的 那跳舞的壽命 如果你跳對的話 他的跳舞的年齡可以到 就是無限可以一直繼續跳 所以是教的方法很重要嗎 對 盡量就是讓學武的學生 不管年輕的還是年紀大的 都不要去因為學武受到傷害 可是有些人就是說 並沒有像宋女士這麼靈活對不對 靈悟力可能也還不錯 有些人就是沒有什麼細胞 譬如說像我 我就覺得很大 柔軟度吧 柔軟度應該也比較差 然後平常也沒什麼運動 因為我們都是符岸在工作的 所以你覺得對這種人如果他來跟你說 老師請教我跳舞 你會怎麼樣子 其實像陳媽她每天上課的數量會比較多 她平均每天都跳兩個小時以上 那所以也就她在練習上夠的話 她就可以去挑戰比較困難的動作 因為我們可以一次不行 兩次 十次 二十次 就像她的轉圈 她從三圈到五圈 到十圈 十五圈 二十圈 甚至到三十圈 表演的時候可以轉到三十圈最多 所以不是說 你現在要跳馬上就能夠 還是要時間 所以我想老師有這樣的意思 就是你要努力練習 但是可能你也不會 不是每個學生都適合 要這麼高標的 其實也可以這樣講 其實跳舞它對身體真的很好 因為我們所有的運動 包括所有的球類運動 它都沒有後退的這個動作 是 那它這個後退的動作 會帶動到一些刺激到身體 大部分運動 不一樣的運動 刺激不到的穴道 所以會讓人家有 煩惱煩童的這個效果 因為它是有後退的動作 對 你看 我們這個武裝都抓好了 要請詩老師帶著再丟 我們的宋女士跳一段 國標舞跟我們分享一下 請閃一下你們 好不好 麥妙的舞蹈 OK 詩天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就這邊請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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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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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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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